好,那這邊好,我們再Run一次給各位看好了 直接在這個地方按一個直行 好,它同樣也會Run起來 Run起來之後呢,我同樣去點這個Button 好,你會發現喔 它就會,有沒有,Mark在這個地方 接下來呢,現在它還沒有往下對不對 所以Size現在的直是什麼呢 現在應該是Nothing 什麼都沒有 Nothing 然後呢,我就直接按一個F11之後呢 它就把這個1000的字串給的Size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有沒有 它很棒的地方就是說呢 它就告訴你Size現在已經被指定了 有沒有,1000 而且你優標放在Size上面呢 它也會告訴你Size現在 它裡面放什麼東西 而且因為它是一個Object 所以說它可以放不止一個Stream 那接下來在Size1的話呢 我們就再按一個F11 有沒有 Size1變成5了嘛 Size2就變成4 Size又改了,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它改成什麼3 又改 所以你會看它剛剛3 馬上又變成什麼integer 它是可變的 接下來Name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陳惠安 比如說作者 陳惠安 那這個Name的本來是 也是空字串 就變成陳惠安 接下來 把所有的東西輸出去 那輸出去的方式就是 這一例子 我們就把它奧布成FC 那你會發現 N的Sub就停住了 接下來的話呢 就會秀出來就是這一些 然後就會在我們的Moeuvre上面呢 把這些字串給輸出來 那這裡的話想你們大概記一下這個程式碼 以後的話如果我說 因為今天書還沒到 所以你們可怕要趕快把它記一下 記一下那個程式碼 那我畫面切換過去的話 你們就試著把這個部分把它寫一下 那等一下第一個動作 記得就是跟上個禮拜我們講 比如說先在這個地方先開一個什麼呢 新的網站 新網站 我大概記一下 我們試試看好了 然後畫面 可以先嗎 嗯 可以先 OK嗎 當然要先啊 還沒給我 好 那我用你們記起來 好 好 好 然後記起來 然後記起來 我就 可以去考慮了 你要先把那一段再放上去 然後再分享一下 這個畫面 這個程式 好 不用啊 我覺得大部分我都是用圖檔 Capture 然後就 那你們就可以重新再Key啊 對對對 對啊 不然直接RUN 這跟沒寫一樣